如果你觉得兰花不好养 那是否是你不够了解它呢 兰科子物按生态习星 主要分为地生兰 气生兰 辅生兰 三大类 由于地生兰 大部分品种原产中国 因此地生兰又称中国兰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国兰 那国兰主要分为 村兰 惠兰 寒兰 联邦 建兰 墨兰 春建 七大类 有上线种的一个品种 兰花洗温暖湿润 特别以冬暖夏凉最为理想 对环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所以我们有必要来了解一下 兰花的洗性 春兰 春兰喜欢凉爽湿润和通风照好的一个环境 既酷热干燥和阳光直射 应该选择排水性良好 富有富含有机质 微酸性的一个植料进行摘种 那村兰的炉头是比较小的 所以在如果选择颗粒性植料的话 应该选择颗粒小一些的 冬季只要温度适宜 即使气温在零度也能正常开花 最低温度-5度到-8度的一个低温 但冬季最适宜的温度为3-8度 保持盆度不要结冰 将其放置在蓝窗的阳光充足处即可 慧兰 慧兰喜欢生长在疏松透气 并且排水性良好的一个土壤里 根系粗状发达 甲林茎的话是比较细的 株形叶材比较高挑细长 植料的选择可以选择保水性好一点的介质 慧兰合适的生长温度和春兰差不多 为国兰里面最能耐寒耐汗的一个品种 在其生长期应该给足水分 寒冷的冬季应该减少浇水的次数 水的温度尽量以室温一字 慧兰在夏天阳光下需要遮光 遮光50%左右最好 冬天可将慧兰放在日照墙温度高的地方 3- 渐兰 渐兰也生长在深山幽谷的山腰谷壁 渐兰适合生长在富含腐植质的微酸性的一个土壤里 那排水性要好 喜欢阴阳的环境 喜欢湿润 既干燥 既阳光直射 生长最适宜的温度为15-30度 若气温高又暴晒 叶子比较容易灼伤 若气温低又没有及时移到屋内的话 是比较就很容易被冻伤 墨南 墨南生长在西谷旁 湿润但排水良好的阴壁处 喜欢半阴的环境 既阳光照射 喜欢温暖的环境 既严寒风雪 特别不耐寒 喜欢温暖的环境 既干燥 闷热 那春秋夏末生长期的话 是需要70%到80%的一个相对的一个空气湿度 冬季需要在50%以上的空气相对湿度 那鸡翅表面偏干就需要尽快的浇水 切勿偏干太久 寒南 寒南生长于零下 西谷或者稍微阴僻温润多时的土壤之上 寒南适宜种植在空气流通的环境中 幸喜阴冷 切记不要进行阳光直射 喜欢湿润 不可过于干燥 最适宜的温度为20到28度左右 最高不要超过30度 最低不要超过0度 寒南 寒南既水渍洗液温润 既是偏干空气流通的环境 春渐 春渐多分布于四川 贵州和云南 生于早木重生的三坡多时至上 生长是温度为18到28摄氏度 夏天不超过35摄氏度 冬天不低于零下2摄氏度 生殖生长的温度为8到18摄氏度是最合适的 那生长期间最好空气湿度的话 能在70%左右 比较喜欢凉爽的环境 那盆土不宜过四开花时间和生长期间应该多浇水 春渐与春暖的习性相近 冷耐寒 在常温下的话可以顺利的过冬 冬季的话也需要充足的阳光照射 使花牙饱满建座 那最后一个 联邦南 联邦南主要分布于有兰花王国之称的云南省 那里特定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 造成了联邦南 喜温暖 较耐寒 喜欢疏松微酸性的一个土壤 既植料过去的生长环境 四夕温度为四度到 四夕温度为14到26度摄氏度 最高不要超过29摄氏度 最低不要超过-4摄氏度 联邦南比较耐阴不耐佐 喜欢乘畜连体 不要拆苗拆得太单薄 那以上是跟大家分享的 国兰气候类的习性 希望对新手洋南有所帮助 我们做的目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